只是短線到底有沒有辦法呈現一個 V型反轉 直線的向上挑戰18000點 我認為這星期是一個很重大的關鍵 大家就是觀察我跟剛剛講的 美股的部分 基建案1.2兆通過之後 道瓊 標普500還有廢半指數 這些四大指數有沒有辦法持續的向上 墊高 那美股持續的向上墊高 理論上台股就應該要好的表現 那台股有沒有好的表現的話 我們就可以觀察一下 17700點 本週 就是這星期一定要突破 因為如果說在大跌的情況之下 短線上 如果你要看到V型反轉的話 他速度一定要很快 也就是本週一定要突破 17700點的壓力線 如果本週能突破17700點的壓力線 因為剛剛我講的1.2兆通過之後 台股就順勢突破17700點的 一個壓力線 那我認為短期內 台股都有機會挑戰 18000點的整數關卡 如果說 這星期沒有辦法挑戰17700點 那我覺得後續是震盪 慢慢再走高的機率會比較高 那台股呢 我一直跟大家講 台股沒有悲觀的理由 因為我們翻開報紙 每天大家翻在報紙看到的那個 企業的營收獲利都是不斷向上 創新高的嘛 景氣又是燈號都是五連紅 那看起來就是沒有意外啊 那我們可以覺得 現在市場上就是很多餐飲業 售創很深 然後其實電子產業 它還是一樣完全沒有影響的 因為這一波的疫情 對店面開店面的人影響會比較大 也就是餐飲觀光業 但對電子產業來講 他們是繼續上工的 所以影響程度相對來講是比較小的 上個禮拜才說是3倍 結果後來 最近不是消息說是5倍嗎 對不對 5倍券發出來的話 我跟大家講過了 2009年發消費券的時候 股市是漲的 去年發振興券的時候是股市是漲的 所以呢 如果說這個星期 即使台股沒有突破17700點 我覺得後續是震盪走高 那這時候可能就要等到 發消費券 發振興券的時候 那時候市場慢慢有回振信心了 以後他就會慢慢走高了 所以我覺得大家也不用太擔心 再來就是股價類股的部分 我會覺得大家會發現 現在股價有很多都是一天漲一天跌 但是你會發現一天漲一天跌 合起來慢慢慢慢 它還是向上慢慢墊高的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有的時候這個時機點 我覺得操作股市 除非你是買到 超級強勢的類股族群 那目前來講 排面上啊 強勢類股族群相對來講是比較少的 所以我覺得操作股票來講 要有點耐心啊 那前一陣子一直跟大家講的就是 貨運航運的部分 航運類股的部分 其實基本面也沒有改變 我一直跟大家講 現在目前來講 缺工的問題還是沒有改變 塞港的問題還是沒有改變 那運價還是繼續向上漲 今天早上有一個新聞就是 全球就是最大的 航運龍頭馬斯基 馬斯基他又繼續調高他的財務預測 所以他今年的獲利是維持 就是一個高檔的獲利的狀況 也就是說呢 以他們這樣子的獲利的 這個猜測報告出來的話 就可以很明顯的告訴我們一件事情是什麼 貨運類股 航運類股的基本面是沒有改變的 所以貨櫃山雄的下跌 最主要的問題啊 不是基本面的問題啊 一直跟大家講 這是籌碼面的問題啊 因為這一波一直向上 太多太多的散戶 太多的投資人進場去做投資 那很多人投資就開始用什麼 槓桿去做操作 槓桿操作下去 一直要有下跌 他們擔心他們的資金會不見 所以就開始 賣出他們的持股 這時候呢 又剛好一碰到有一些就是 喜歡做空的人進場去殺空追跌 所以就造成了股價連環的往下爆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最近有很多散裝航運 都已經率先止跌回穩 那貨櫃山雄的部分呢 最先止跌回穩的就是萬海 所以我們可以看一下萬海 的走勢的部分 今天還是向上漲 所以已經連續好幾天 沒有再跌破新低了 我之前也教過大家一個判斷 是不是止跌回穩的訊號 是不是有跟大家講說 三五天之內不要破低點 是 那我們可以看到 他已經有三天四天幾乎都沒有破低了 而且剛剛好 幾乎又是側在一個季線 還有整數關卡的一個200塊的之上 都沒有跌破 所以我認為 航運類股的最低最低點 應該是差不多就是過了 在這附近震盪 看是要V型反轉 還是震盪在走高的機率會比較高 我認為 所以既然航運類股能止跌的話 相關的漲價題材 因為前一波的漲價題材 比如說像鋼鐵 水泥 說話 都是航運類股帶動出來的 航運類股大漲之後 這些包價上漲的題材 都跟著向上漲 所以我認為航運類股向上的話 大家發現 最近航運類股止跌之後 那個碩化類股也有止跌 鋼鐵類股也止跌了 造紫類股也止跌了 所以我覺得這些相對來講 這些類股族群 都已經是相對在低檔了 我覺得如果手上有這些類股族群的話 也不用太擔心 我覺得可能撐一撐 就像剛剛小屁講的 最近一下漲一下跌 但是你回頭一看 他慢慢慢慢的漲跌漲跌 也還是向上墊高了 股票沒有每天都一直一直一直 一直向上漲 所以我覺得大家還是要有點耐心 今天 聯勇的部分是不是又收在 雖然說收高 但是震盪 我覺得震盪也是蠻厲害的 有沒有看到 昨天還收了一個很長的 上癮線 也就是說這個突破 沒有非常強大的地道 後續來講 可能震盪慢慢走高的機率 可能會比較高一點點 所以我們發現 這檔基本面非常好的股票 他股性 也沒有那麼標跟過去比起來 沒有那麼強大 但是其他驅動IC 漲起來了 我們可以看到像敦泰的話 漲的就是比較漂亮點 但是敦泰的基本面 基本上是沒有聯勇這麼漂亮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今天敦泰是不是要往上又再攻心高了 所以我覺得這有一些時候 股票跟漲跌 其實跟公司的基本面 不是有太大的相關性 但是我認為 堅持基本面還是很重要的 因為基本面好的股票 長期來看 最後他還是會回來的 這基本上對投資人來講 基本面 我覺得是一種叫做保護吧 你投資基本面好的股票 即使跌下來 我認為 你抱著抱著 最後還是會漲回來 只要他基本面夠好 但是如果你投資 基本面不好的股票的話 你抱著抱著 他可能很難漲回來 這就是一個基本面好跟資金面 的一個關係啊 就是說基本面好的股票 短期來講 可能不見得一定會有所表現 但長期來看 我覺得資金啊 在不斷的輪動過程當中啊 我覺得遲早會回到 就是基本面比較好的股票 銅價的部分 之前一直有幫大家追蹤 我說過 如果你看好銅的話 銅價現在已經開始就是穩定向上了 銅價如果你看好的話就是 就有一些相關類股族群 比如說像是第一銅 第一銅連動性是最高的 2009的第一銅 我們可以看到 有沒有跌到最基點 跌到最低點之後 已經開始有點就是 開始翻揚向上了 已經突破近期的一個壓力線了 今天已經是準備挑戰平均線 對不對有沒有看到 所以剛好又是一個整肅關卡 60塊 今天是一度的漲停 我之前一直跟大家講 這一檔我是說 銅價往下跌的話 他就可能漲不上去 但現在銅價應該是往上漲的話 所以第一銅的部分 大家就可以再去注意一下 第一銅 或者是華新 華新的部分有沒有看到 現在也是在高檔震盪 也是跌不太下去了 有沒有看到 這就是我 一直跟大家講的漲價題材部分 有沒有看到 他也是同樣的向上漲 除了第一銅跟華新之外呢 還有一檔叫做大雅 大雅的話呢 也是一樣他是同相關的類股族群 也開始反轉向上了 這就是一個同一個類股族群 就是同漲同跌的一個效果 我們從允強 張元 運倉跟建長還有信鋼的部分呢 我們可以看到 5月營收跟6月營收 成長性最高的部分 是誰 我們有看到像運倉的部分 5月營收成長 跟去年同期成長了 114.9% 6月的營收跟去年同期成長了 128.4% 相對來講呢 成長性是相當高的 而且他還有一個 就是EPS是負轉正的題材 就是去年是賠錢嗎 今年賺錢 這就是所謂的轉機股 轉機股的話通常來講 你有沒有聽過 很多那種沒什麼賺錢 突然變賺錢股票都大標 對不對 所以 這種轉機題材的話 通常會比較受投資人的歡迎 這種投資人歡迎的話 所以你第一個 你就可以去先看一下 就是成長性比較高的 應該就是運倉的部分 運倉的話 你可以去看一下 他的本益比的部分 26倍 殖利率是1.3 還可以接受 所以這個類股族群來講 成長性以營收成長性最高來講 我會覺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運倉的部分 那另外呢 你要找比較穩健一點點的話 運強的部分 運強 我們可以看到他去年就是賺錢 去年是賺1.04塊 那我們Q1的EPS 的成長是28% 5月營收6月營收 雖然說沒有 到達百位數的成長 但是也是成長43% 跟77.19% 那相對來講 允強的股本又比較大 籌碼比較多 相對來講呢 比較好買 就是籌碼面的問題 所以允強也是可以關注一下 那另外呢 再還有就是另外的 張元的部分 我覺得表現也是非常不錯 張元的部分 不管是5月的營收 6月的營收 他的成長性也都有50%以上 所以我認為啊 允強 張元跟建昌這三檔 虐相關的不鏽鋼的族群 我覺得大家都可以看一下 所以我們以允強來看的話 允強今天即使是震盪來講 他還是整體來講 還是維持在一個區間的相對的高檔 他就是大概在 40到45塊的 這個區間裡頭做震盪 我認為啊 這幾天啊 如果台股有向上漲 或者是航運類股爆價再向上 就是航運類股再漲起來的話 這種不鏽鋼族群 我覺得是蠻有機會 繼續向上創新高的 目前來講呢 就是在40到 45塊的區間裡頭做震盪 如果投資人 你們想要先布局的話 可以比如說明天後天 有突破45塊的時候呢 再去考慮 如果沒有突破45塊的話 我建議啊 可以等到回撤40塊 跌不下去的時候呢 再看一下狀況 要不要進場去做投資 對 那另外呢 我們可以看到張元的部分 張元的部分呢 他是維持在相對的高檔 對 他的股價呢 他維持的比起剛才的允強啊 還更強勢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他的股價一直就是不斷的向上 有沒有看到 他的股價部分 是維持在相對的高檔 他創新高之後 不斷向上創新高 那目前來講 他也是在43塊附近 做一個區間震盪 所以呢 我覺得這檔股票也是 蠻值得大家去做參考的 那我會比較建議啊 還是震盪 震盪不跌以後 或者是震盪再創新高以後 再去考慮做一個操作 對啊 好 另外剛剛還有在講那個 市倉 就是運倉的部分 運倉的部分是2069 2069的部分的話 大家可以看一下 同樣他 你看一下同個類股族群啊 他在區間震盪的話 他都是在區間震盪 2069一樣他是在40 大概在40到45塊之間 區間震盪 即使今天台股 就是表現沒有很好嘛 對 他們也是相對強勢 因為台股表現沒有很強 他也沒有漲沒有什麼跌 所以我覺得相對來講 表現也是正常的 所以這三檔呢 我覺得大家可以去觀察一下 就是一個 漲價題材的一個孽相關的族群 好 那我們再看一下 他們三檔的就是基本面的部分 我們可以從那個投影片 第13章看一下 不管是營收獲利的話 我剛剛有講過 營收獲利的話 我們要找那個短期內 比較有機會有表現的話 一定要看 他持續向上漲會比較有機會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允強的部分就我剛剛講的 他的營收是不是一直向上漲 對不對 那另外 藍色就是綠色線的部分 就是建倉的部分 最近來講營收就持平了 所以我們只要找持續向上的好了 持續向上的話就是 黃色的線的允強 還有什麼 藍色線的張圓 還有燈紅色線的運倉 好 所以營收持續向上漲的 就是這三檔 就是我剛剛跟大家講的這三檔 在另外下一張的投影片 我們看到毛利的部分 毛利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持續向上漲的 也只有這三檔 藍色線的張圓 有沒有持續向上漲 紅色線的運倉 也是從 2020年開始他的 毛利就是持續的向上漲 一路的向上漲 再來允強的部分 哎今年 就是今年的部分 應該是去年第四季的部分 是有點下滑 但是今年是又回來了 所以我整體來看這三檔 毛利率 營益率下一張的部分 還有看到營益率的部分 營益率的部分也是一樣 這三檔是持續的向上 增加毛利率 營益率 最後純益率 都是持續的向上增加 在下一張的部分 所以我覺得 大家觀察孽相關的族群 就是觀察這三檔就好 運倉 運倉 跟張圓的部分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三檔的部分